第3轮 好了那现在第3轮的比赛 没老板队的脑满 年轻小将作为大将主力登场 非常的有面子来另外一边Moke 这个拉西德是绝对的主力了 就现在从Margo队来看 他们最强的这个选手一定是Moke 你想一个队伍最强的是Moke 那这本聊一半了 好那这个比赛另外一点 也让我觉得小鹰似乎变成了热门角色 因为突然间好像多了很多小鹰 三场比赛两个小鹰 虽然第一个是纯粹过来打酱油的 好那来看回这场了 这个是拉西德打小鹰 小鹰会非常难打的这个局 如果不出意外 Margo队的这个大将战有很大的概率可以赢 但我现在看起来怎么好像有点不太对 下转了开球自己的飞机 好这个剧本还是按照我心中预想的方向来了 这边是EX波开球自己的飞机 但比较意外的是 哪吼曼没有带VS2 只带了VS1 这个VS1是干什么用的 没看到 嗚呼 这是什么 这个对空 哪吼曼总是能做出一些让我想象不到的事情 比较奇怪 好现在第二灯 上来就重点要给了4K 这怎么给到的 而且连招掉了问题不是很大 这边前前过去下端又中 Moke防不住 小英打拉斯的有力也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在我的认知当中这是不存在的事情 小英这种下位角色 BX神龙直接 出门了 在VS 这他娘都中了 这是啥 我从来没有见过罗出VS 这一脚下来能打中人 有鬼 太奇怪了 浪漫什么独特的理解 帮助他按出了这一下东西 这个东西按道理来说就吃生龙的料 这Mokei舍不得资源 还是干嘛呢 就中了 按道理来说真的 刚才那一下慢悠悠的飘过去 你不吃生龙我随便怎么样 但Mokei就迟了 好那现在就到了第二局 浪漫 真的强 你想玩小英这个角色 这角色其实可能性真的不多 他就这么点东西 你竟然能够打出这样子来 已经真的很不容易了 能赢一局不错了 真的 Mokei还是掌握着比较大的胜算 对局就这样 散播 下中角开VT 魔奖 走过去了 前前给投 Mokei没反应 前前再给投 Mokei又没反应 这一下飞出来 青鸟没有复合生龙 小亏 这边中角开出自己的VT Mokei要打进攻 升龙 诶 这个摸角 那男欧曼这边是青鸟服和摸角摸错了 现在这边是要对空拼到一个伤杀 还可以 没死了 最后那个还可以 那也是只能说没办法的办法 对吧 好现在到第二阵 看一下男欧曼怎么来处理这个对局了 因为在力回上面真的是太亏了 他基本上只能靠一些偷鸡的东西 当然也有一些缺乏 对吧 像刚才Mokei那个下中拳出的距离实在太紧了 所以想要解空没解中 再逃一发 这里 青鸟打到康 EX波出门了 诶 想要用中角去抓一下对手的拆头 对手没拆 后后溜了 这里 中拳 他抓到一个落地 这一波伤害给满 诶 EX 再一个大伤害 两个能量拉满 这有点亏啊 我讲道理 对手上没资源了 这对手压你都不怕了 那现在 男欧曼这边英皇只能是慢慢的防 这波直接裸开一个VT 中拳点中 瞎中拳点中 你Mokei不防守 Mokei觉得对手看了自己资源这么多 一定不会这么凶的攻怪来的 但是男欧曼他从来没有怕过谁 真的是不怕 诶 哈哈哈 哎呦 我吐了 这个东西原来是用来防对手 对空的 还能这样玩 这就是 玩家对于角色的理解 这让我们看到 连续两次突进城 这VS飞过去 对手下中拳一按 这只要一按就是一个空中变轨 就是说小英也是一个有空中变轨的角色 真的见鬼 来 下中拳叫EX波 中神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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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怎么按了个VS 那欧曼是习惯带了VS2了 哇哟 太强了 梅老板四连 不是四连 三连是拿四分 呵呵呵呵 英皇用小英一招奇怪的VS1 爆干Mokei 我吐了 Mokei都要流泪了 Mako队一直没应过到现在 哎呦他们的队伍真的 去年的总冠军队 那去年总冠军队 讲道理是因为Mako队的队友比较不错 这一切好像队友换了对吧 就因为赞助商 他们要同一个队伍 就鱼群赞助商 结果真的就是一群杂鱼放在一起玩了 好那今天这一场比赛真的非常的精彩 我还是看到了英皇跟我们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小英跟MOV的真的是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好那今天这一场比赛就先到这边 我们明天继续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